歡迎收看科技狗CCDog 我是Eason 這次影片一樣回歸一下各位廣大的觀眾 至於活動辦法就留在影片尾聲 回到重點 有在注意真無線藍牙耳機的人 應該都對QCY有點印象吧 就是那個超便宜 零負擔就能入手的中國廠牌 但其實在西方歐美這邊 售價也在千元上下的JLAB這個品牌 在Avalon也算是數一數二的熱銷 如果你不想一天到晚體驗中國來的耳機 想換換口味的話 那其實JLAB GO AIR這一支真無線藍牙耳機 建議售價台幣1280 也可以算是一個不錯的新手敲門專 這次就由Eason我來帶各位瞧瞧看Avalon熱銷品牌 JLAB GO AIR的體驗到底如何 開始前別忘記幫我訂閱跟按一下小鈴鐺 JLAB GO AIR最特別的地方 就在於它的充電艙不用先蓋 因為它不是蓋的 採用磁吸附著 輕鬆拿簡單放 不過就有點擔心會積點灰塵 算是省下核包的一個反作用力啦 底部的USB Type-A連接線一體成型 沒有所謂的正反面 兩面都有接點都可以插 典型JLAB加灰Logo搭配霧面塑膠材質 上面有一顆LED燈做辨識 這個品牌的氣色都長這個樣子 也算是建立一個辨識度了 盒裝內加上自己本身 全部有三組大中小矽膠材質耳塞 耳機可選黑白藍綠四種顏色 什麼顏色就被什麼樣顏色的耳塞囉 JLAB GO AIR非常輕 一顆耳機不到5公克 體積比起上一代縮減了20% 配戴視覺上還是有一點明顯 舒適度則一般般主要是耳塞的緣故 換個好一點的會更加加分啦 千元價位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在規格表上幾乎不標示處理晶片 那是因為目前賣場上的各家選手 處理晶片並不像高通他們家的系列 來的那麼有名氣 不過除了高通之外呢 供應商也算是台灣之光啦 可能來自於瑞玉或是洛達 像是JLAB GO AIR 就是採用瑞玉Realtek 8796BFJ 它的特色就是採用藍牙5.0 可以左右而獨立使用 還有內建不錯的通話降噪效果 那因為不是高通出品 編碼上也就不支援獨家的APTX傳輸協定 JLAB GO AIR只有支援AAC和SBC傳輸協定 這一代千元真為線的選手區都是這樣 所以不用太擔心 AAC和SBC其實就是泛用性很高的編碼 iPhone、Android的都通用 不過缺點就是傳輸頻繁小 音樂傳輸就會被壓縮 從而影響到音質 所以在聽最高流量的Tidal 或者目前串流最強的Crabaz 跟在一般流量的Spotify 其實表現起來都差不多 但這邊講的只是傳輸編碼的部分 音質表現還是要看廠商調音和單體的用料規格喔 JLAB GO AIR是可以個別單耳使用的耳機 兩耳都配對完後 再把單耳放回去充電艙 這樣就可以做到單邊連線了 至於通話表現 在我們後面都會提到 電力部分 存聽歌一次最多5小時 續航力表現在中間地帶 持續通話差不多4小時左右 支援快充 充電15分鐘就能使用1小時 到2小時可以充到全滿 充電艙一次可以充3次 總共續航力20小時左右 JLAB GO AIR防塵防水等級是IP44 滿特別的是除了有防水還具備防塵能力 可以防止1mm的異物灰塵侵入電路板 不過防水能力只是買保險而已 小型高壓水素跟持續泡水的狀況發生 操作就用指腹接觸LOGO 點一下就能確實感應 連續點的時候頻率拿捏一下很快就能掌握到了 點一下是音量大小聲 長壓1秒是上一首下一首 右邊點兩下是播放暫停 左邊點兩下語音助手 點三下就是切換EQ模式了 這次很棒的是JLAB最大特色 EQ切換這個功能 也把它放在系列做最平價的入門款 GO AIR上 還會有系統語音做提示 那實際聽感如何就繼續看下去吧 真五線藍牙耳機的單體構造跟一般耳機相同 一樣分為動圈和動鐵 動圈在低頻比較有寬鬆的表現 但是要RUN開則需要一段時間 動鐵則講求敏銳 比較能在中高頻地帶發揮 官方很貼金的推出JLAB STORE&BRANDING TOUR 來協助選購JLAB產品和幫助耳機早點RUN開 強烈建議包機一下喔 讓JLAB GO AIR的動圈鼓動更順暢 聲音深度和動態性才會更上一層樓啊 JLAB他們家的優良傳統 大概就是三段式EQ調整了 經典模式、平衡模式、中低音模式 總共三種型態給你玩 經典模式就非常適合流行樂 人生靠前、唱歌的口吻咬字都很清晰 低音的節拍點相當明確 雖然下潛不過深,但是氛圍有到位 像是我們常聽的玫瑰少年、黑暗騎士 甚至九年年代國語流行歌曲也都很適合 平衡模式就很注重音場的渲染 整體的聲音呈現會變暖 非常適合原聲帶古典樂的場合 不管是他們店原聲帶的溫暖悠揚 還是星際相應的悲壯隆重 千萬能這個模式都會耐聽許多 這種低音模式就把低頻的地位調整到最高 人聲和高頻全部都會後退轉為配角 這就最適合運動時刻的重節拍 或者注重點頭的饒舌歌了 淡寶的史詩、Misco的MyRap 就完全發揮這個模式了 一般千元真無線爛壓耳機受限於製作成本 在單體構造上不一定兼顧各種曲風 J-Lab Go Air的三種EQ調音 就非常好彌補這個限制 以及做出一個中庸調音去適應大多數的歌曲 不如每種特質做不同的增強 引用歌曲類型做切換 那這個也是我個人認為Go Air最特別 最具備競爭優勢的地方 J-Lab Go Air使用的瑞域晶片也具備通話降噪機能 直接實測一下聽一下行動通話品質吧 好那現在使用的藍牙耳機是J-Lab Go Air 給大家聽一下音信通話的狀況 目前使用的手機是iPhone H1 配對這個耳機 受話方錄音的手機是LG-G845G 現在在馬路旁邊之前錄音 大家可以聽聽看車輛從後面經過的降噪效果 那以電信通話來說 受話方背景噪音隔絕的還算乾淨 人聲稍微有點模糊 有被處理過的後製感 不過整體通話品質還算高 以千元價位來講就是還算合格了 藍牙耳機的延遲主要就發生在影音不同部 槍聲節拍對不上畫面也就影響到遊戲表現 J-Lab Go Air這部分做的就還算不錯 拍影片有大約1ms左右的延遲 畫面劇情影響非常小 至於玩遊戲的話延遲程度也很低 不過音樂遊戲就建議要校正一下才OK了 千元等級有許多來自中國的品牌 但你真要說去一一踩雷 好像也還是需要一點勇氣啊 美國品牌J-Lab出品的千元真無線藍牙耳機 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具備EQ調整功能 合用的通話降噪只賣台幣1280 如果要換換口味的話 美國來的也是可以嘗試一下 以上就是我對J-Lab Go Air的一些解析實測 影片最後這裡呢 我要送出這一副J-Lab Go Air 最要如何獲得 首先你要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一下這部片給個讚 之後分享到FB接著追蹤 科技狗臉書粉絲團和Instagram 留言的話 許願告訴我們 你最想看到哪一支耳機實測呢 最後我們會在7月2號 戳出一位幸運得主 然後把得獎結果公佈在科技狗臉書專頁 記得留言多一點創意啦 不要在那邊複製貼上喔 最後最後提醒一下我們的賣場 也是持續更新中 記得多多支持 這次科技狗隨機都有 我是Eason 掰掰 請訂閱 我們來幹嘛 我們來幫忙 每一個人還是可以 我們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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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